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指南餐厅出炉 首度纳入台南与高雄这两座新城市 从一新到三新 还有特别讲名单性各界的好奇 每天我们在讲要吃什么 要怎么满意这个预期 一句中午或晚上要吃什么 是大众习以为常的问题 2022米其林指南正式揭晓 提供民众饮食参考 本届除了台北台中外 首度加入台南与高雄两大美食城市 38家摘星餐厅名单出炉 谢谢今天五年来米其林给我们的支持 然后也谢谢移工的客人 对我们的移工的支持 然后今天我们的荣耀是来自于我们的移工的团队 米其林指南很高兴 将推荐的城市由台北台中延伸到台南和高雄 台南是台湾最早发展的城市 文化古迹遍布 从特色小吃到澎湃的版本 都令韜客赞不绝口 而高雄这个汇集多元文化的港都 则是融合了不同的风味料理 形成独树一格的港都美食文化 相信有了这两个城市的加入 米其林指南所倡导的美好餐旅生活 势必更加的丰富和多彩 今天我们除了向大家推荐台北台中台南 及高雄的各式美食餐厅以外 也会为大家公布米其林滤星及米其林指南奖 米其林滤星是为了表彰 与永续方面有所努力的餐厅 他们跟提供可以持续性的材料的供应商 或者生产商合作 避免浪费 减少甚至消除供应链中的塑胶 和其他不可回收的材料 米其林指南奖 则是指在表彰个人的杰出表现 希望借此展现受奖者个人才华 以及专业方面的多样性 同时展现他们为提升美食体验 所展现出来的热情 今年的米其林指南奖有三个 分别是年轻主厨奖 表彰具有特殊潜力 特别在烹饪创作中 具有独特个性的年轻厨师 服务大奖 表彰餐饮人员中的专业人士 透过引导和建议让消费者真实体验 餐厅的美好 以及试酒师奖 表彰对于推荐食物与葡萄酒搭配的成功 提升消费者多元体验的才能 我们相信无论是表彰致力于永续的米其林滤星 或者是表彰个人杰出表现及热情的米其林指南奖 都能够帮助消费者进一步提升他们的美食体验 米其林在台湾已经迈入第五年 不仅带动了台湾的观光 还有美食产业的良性竞争正向发展 透过大家不间断的努力 也提升了台湾的美食人量 在今年度更增加了台南跟高雄两座城市 让台湾各地的美食可以跟国际来接轨 让台湾的美食文化可以享誉国际 台湾美食一直都是我们推动国际观光 旅客来台的重要元素 那虽然过去两年刚刚王总长所讲的 受到疫情的影响台湾的观光旅游业 还有我们的餐饮业都面对了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段期间各位厨师朋友们 仍然持续的透过了料理来展现台湾在地的活力跟韧性 那善用台湾的在地食材以及尊重大自然 在餐盘上面精湛地演绎当令的大地位 如同上星期所公布的碧碧灯云丹 除了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各地的美食文化内涵 那在多样丰富的在地美食料理中 也分享了更多的台湾的感动 那为了顺应在地化跟永续化的旅游趋势 观光局也去整合了具有特色的区域性 旅游目的地的观光圈资源 那推出疫后的观光旅游的一个产品 那着重户外及健康的元素 来呈现来台旅游多元主题 在地特色 那今天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米其兰 米其林指南2022的出版 就代表了台湾是拥有越来越多 米其林指南新旗推荐餐厅 以及碧碧灯的小吃名单 让台湾在世界上 在世界美食地图上面的地位 更有说服力 在国际观光行销展现台湾美食 是一个非常大的助力 那透过美食跟多元旅游主题的对话 来传达多样化的台湾意象给国际朋友 我们也期待国境开放之际 能够更多的国际友人 能够来台旅游 除了能够按照我们的这个指南 按图所实来探寻四座城市的美食之外 也能够到其他城市来体验不同风貌的美景 美食及文化 感受最在地 最航啊来 吃了还会想再来的 台湾丰富多样化的在地美食 回首从2018年台湾首度 有城市列入米其林指南的系列出版 到马上要公布的 2022年新奇餐厅 及特别奖的名单 我们感谢所有 公司部门及观光产业界 这五年来一直坚守岗位 努力不懈的朋友 共同辛苦打拼的伙伴 让我们继续努力 去年首度推出的米其林旅行餐厅 也持续增加 提供民众结合美食与环境 友善做法的美食体验参考 另外公布的特殊奖项 包括年轻主厨大奖 服务大奖及试酒师大奖 表彰才华洋溢的餐饮业工作者 在工作和专业知识的结合上 大放异财 消耗素食的未来也会持续 就是继续做永续的事情 让台湾让地球变得更好 谢谢 应该是提醒我们可以做更多什么 而不是我们做了什么 所以谢谢肯定 真的没有选过会有这个 这个奖务 是真的没有选过 很感谢米其林 很感谢 感谢台湾 又我是香港人 感谢 感谢大家 也很感谢T再T 很感谢米其林 然后给我这个机会 其实这个奖项是献给 我只是代表 全台湾很辛苦 然后很敬业 很专业的每一位餐饮服务人员 其实服务业真的很辛苦 然后我们希望很鼓励就是辛苦 但是专业 然后很坚持的每一位服务人员 更感谢严实华这么棒的团队 让我有机会在台上 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 很好的 更好的一些背景各方面 但是谢谢米其林给我们这个机会 台北今年总计拿下一间三星 六间二星 二十四间一星 以及57间必比登推介店家 加上台中高雄台南的美食 完整名单可以到米其林指南网站 以及APP上查找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南港区公所 今年以孝顺爱卿 一堂和气为主轴 举办成年礼活动 共吸引了三十组的礼生与家长来参加 家长亲自为礼生行家冠礼 并准备传家宝礼物送给礼生 全程依鼓礼进行 气氛隆重温馨 好 请陈年礼生请跪下 请跪在我们的外面上 好 可以踩高跪姿 好 扣手 请向下扣 向前扣线你的父母亲 画面现场是南港区公所举办的南港区成年礼活动 活动仪式一群中国古礼进行 参加的礼生们向父母亲先行感恩礼并奉茶 祝福父母亲福寿绵长 接着家长亲自为礼生行家冠礼 祝福他们人生路上步步高升 最后家长也准备了传家宝送给礼生 祝福礼生们长大成人 有家长送给礼生书籍 也有家长准备手机当礼物 因为这是我现在身上最贵重的物品 然后我把它当成我的那个最大礼物 送给他当作成年的礼物 那刚收到觉得怎么样 蛮惊讶的 但是也是很喜欢没关系 我觉得非常贴心 因为现在的社会其实都已经对古礼这个东西 都比较没有那么重视了 那他透过曲公所的这个活动 其实让小朋友也能够说 透过这个 对 然后再让他心里面 然后感念我们的父母 谢谢爸爸这18年来的养育职恩 然后我很爱你 是 耶 爱你哦 就除了学业的进步之外 还希望自己可以 就是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可能往 就是希望未来可以往自己喜欢的发展 其实我就希望他在大学生涯 能够找到他自己的性向 然后朝着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去前进 对 然后我们父母都是永远支持他的 今天三十位都是个礼办公室 从个礼里面挑选比较平常比较乖巧的 写功课比较好的 因为毕竟人事有限 因为我里内余先生他是担任了我环保志工 所以对于热心与社区的一个工 一个服务 所以今天就推荐我们余先生 跟他的小孩来参加今天的成年礼活动 觉得很好 也很新奇 因为小儿子一生就有一次机会 所以说也谢我们万福里的里长 给我们这个机会 也真的谢谢他们 就这样子 谢谢 心情非常感动 因为我也是没有参加过 真的 然后也谢我们南港区有办这个活动 给我们大家这种机会 谢谢 谢谢 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这整个活动都有规划 然后我们也能体验到 以前没有体验过的活动 那觉得他们的心情还不错的 那刚刚说到爸爸送你什么样的传家宝 印章 印章 就是印章 对 你的名字的印章 没有没有 是那种书房那种 书房的印章 爸爸怎么会想到送印章给小朋友 因为印章的话可以游团下去 他将来结婚也可以用 所以是空白的 他自己可以磕喜欢的字体 还有印章 这些一世一队的 水晶的 那怎么会想到送书 就是他爷爷从浙江定海这边 就是38年的时候来到台湾 带舵来的 刚好可以让他知道说 以前他的家乡的一些状况 谢谢他这多年来的教导 不管我做什么事情他都非常的支持 非常的很感谢他这般支持我去做我想要去做的事情 今年南港区的成年礼活动 由南港区公所与护国九天公 中华如道研究协会共同举办 以孝顺爱亲一堂和气为主轴 期许李生在成年礼一世后 体会父母的养育之恩 也明了成年后自己所要担负的责任 那我们这次的主题真的是以孝顺为主题 然后百善孝为先 希望我们这些小朋友在成人的时候 除了知道要担负起成人的责任以外 能够体谅父母从小寒心如苦的抚养长大 然后他们能记得孝顺父母 然后因为能够这样孝顺上的互动 能够让家庭的气氛更加和乐 好那王立我们因为都是在护国九天公办理 那这次因为考量疫情 避免大家周车劳顿 然后天气也比较炎热 那所以我们就改在我们区公所 这个大礼堂办理 然后希望在这个隆重庄严的仪式中 然后大家感受到成长的喜悦 然后能够在跟父母呢 在一起在成长过程中 留下一块美好的记忆 因为我觉得像现在年轻人很喜欢说 很多事情要有仪式感 那或许大家觉得仪式感只是一个形式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仪式感也是一种承诺 然后跟祈愿跟祝福 那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时候 往往呢反而仿佛会得到一个祝福的加持 会让大家感觉到更幸福更勇往直前 每一年事实上在台北市 我们都有办重要成年礼的活动 第一个也是要让孩子知道 这个成长的过程 有许多父母的辛劳在里面 那成年礼也包含 包括对于父母的表达感谢 孝心的推广 这个是中华文化非常重要的一轮 那也再一次也恭喜各位同学 在透过今天的成年礼也代表这个 人生又迈入另外一个阶段 也再一次恭喜家长 孩子成长的过程能够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真的很不容易 成长过程总是笛笛壮壮 但是成年之后又进入另外一个阶段 也祝福今天在成年礼所有的同学们 也在台北市所有的孩子们 接下来人生的另外一路上 充实精彩平安 我相信这是天下父母心 今年的南港区成年礼活动 共吸引30组礼生及家长来参加 加冠礼后 礼生们一一通过天官赐福门 主办单位也赠送成年纪念品给礼生们 依循古礼进行 气氛隆重又温馨 透过这场成年礼活动 让亲子共度快乐时光 南港区公所也祝贺所有的青年学子 正式转大人 懂得尽孝道 也勇敢迈向未来人生 展翅高飞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 全国第一所网络高中 台北市立数位实验高中 首届40位学生 在开学第一天到城市博览会 进行开学典礼 教育局长曾灿金也到场勉励学生 并为学生开讲第一堂城市教育导览课程 开学第一天 全国第一所网络高中 台北市立数位实验高中 首届40位学生 一早来到花博征验馆 进行开学典礼 教育局长曾灿金也到场勉励学生 并为学生开讲第一堂课 城市教育导览课程 这种学校当然有很多的特色 那很重要就是两个重要元素 一方面又是强调资讯科技应用 就是智慧交易 同时它也是实验交易 当然每个人都有多元智慧 美国的学者 莫华德 我们大德纳 这个提倡的这个多元智慧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 优势的智慧 多元智慧之外 更重要就是找到你的优势智慧在哪里 然后通过你的优势智慧 在带动其他智慧的发展 那这是一所 很重要的学校也是要引引各位去探索个人 也探索你的未来的想象 那所以我们的学习基地 不再像传统在学校的礼堂 在学校的操场去做开学电影 我们选择不一样的时间跟空间 所以我们学习的基地 是整座台北市 是整个地球都是我们学习的空间 所以各位 期待在这个地方 能够来探索自己 然后想象未来 在强调制止学习 之宜呢 很重要的是要自律 也就是说 个人的学习要为个人做负责 所以我想我们大概有七层 是线上的课程 但是也有三层是私底课程 为什么 我们人籍的关系也要互动 我们也希望通过社团的活动 能够来更深入的探索自己的兴趣 跟专长在哪里 那这些要透过十几课程 大家互相的 所以我想 即便大家 住属学习 很重要还是要自律 那更重要的是 各位要放眼未来 除了学习力之外 很重要就是 你要有社会力 也就是说 我的人际关系 我的沟通 这个EQ 是很重要的学习管道 世卫实验高中代理校长 陈志源表示 这所学校的学习场域 不会局限在教室 更不只是在校园 未来整个台北市 都是学习舞台 而开学典礼中 代表致辞的陈同学 也表达对未来高中生活的期许 在这里 进行我们 新的学习阶段的开始 和它的意义 因为同学的学习的场域 不会只有局限在教室 更不是只有局限在校园 整个城市都是你们 学习的场域 整个台北市 也都是你们能够 开展才华的舞台 这所学校得到非常多 非常多教育界 包括我们市政府 长官的帮助以及祝福 那在一个很辛苦的过程 能够突破很多的困难 成立了一所新型态的高中 那在这里 校长免疫同学 就是不怕辛苦 挑战困难 是第一届 数位实验高中学生 应该具备的特质 我相信你们当初 愿意来报考这个学校 至少已经做好了勇敢 这样的准备 因为我们看待的是 为台湾培养未来20年的人才 而不会只有看待你们 短期的一些成绩的高低 你们在座的每一位啊 都是上天所赋予的礼物 校长一直这样深信着 你们带着自己的天赋而来 有自己的理想要往前迈进 不论它是什么 我们所有的老师 都会给予你们最强力的支持 很多关心教育界的好朋友 一直迫不及待 想要看到同学们的成长跟学习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会充分运用到资讯科技 那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也会充分跟你的伙伴相互的合作 在这一个城市的各个角落 去看到需要我们去解决的问题 人的学习就是这样 除了自己的自我成长 一定也要好好的去帮助 你心目中重要的他人 那这种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也是我们数位时间高中非常强调的 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 《MOTHER 多重宇宙》这部电影 此电影的英文名称为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ES EVERYTHING 一切不可能皆为可能 EVERYWHERE 从 从视而不见到真心看见 ALL AT ONES 直 宇宙万物 皆在我们此刻一面 很多时候事情接种而来 我们无法确定 我们当下所做的所有选择 都是最正确的 但是 台北市数位时间高中 有三个特色 让我们鼓起勇气 做出了共同的选择 第一个 有些同学们 已经具备了 已经想好了未来的方向 像我想要走音乐 有些同学 想要走品欲 甚至服装设计等等 我们觉得台北市数位时间高中 具有弹性与自由 可以让我们尽情发挥我们的天赋 第二 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有许多同学 希望能拥有更广阔 友善的学校 能进行学习探索 可以准备好 迎接未来的挑战 而台北市数位时间高中 提供了这样的环境 所以我们来了 还有一些同学 可能还会找到自己 确切的方向 虽然选择很多 但不想盲目前进 我们觉得台北市数位时间高中 可以帮助到我们 所以我们也来了 每天太阳都会依然的升起 我们也要依着自己的决定 活下去 在许多人眼里 我们的选择是一场赌局 我们或许可以成功 可以不负外界期待 也或许是在远地打转 未来是未知的 但我确定 我们会持续尝试 持续前进 从现在开始 也就是开始的第一天 我们要学习真诚 真振的面对 生活中的每个人 调整生活中最继维的原子习惯 刻意练习 让技能更细腻地专进 此时此刻 此生此世 所有的可能 都有其原因 想要怎么样的人生 在我们的一面之间 我们相信 我们会是那个 创造的一种 让一些可能发生的人 敬大家 典礼中 教育局长 曾灿金 还颁发行动 教学载具 给学校师生 详应台北市智慧教育 一身一平板 一师一载具的政策 象征学校善用数位工具 进行课堂教学 与资源探索的特色 记者林锡慧 台北报导 HOMEPLUS中家宽屏 在地影像赔利与针建计划开始啰 即日期到12月15号为止 公布奖励 那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建简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佳集团关心您 夏末秋凉好时节 还原动剧赏月圆 同事甜品其分享 欢度佳节好时光 月圆人团圆 未来要鼓励民众使用影像记录生活 并透过公用频道来播放 台北市公用频道协会 举办影像人才培训线上课程 教导民众简单的摄影与剪辑概念 制作完成的影片 还可以参加影像征选活动 并有机会获得高额奖金 随着摄影器材普及 许多民众都会用手机相机记录生活点滴 台北市公用频道每年都会举办 影像人才培训课程 今年受疫情影响 以线上直播方式举办 两天的课程传授简单的摄影与剪辑概念 以及如何用影像来说故事 并且使用APP来剪辑影片 希望培训一群总子 将公用频道媒体禁用的理念传递出去 所以这个频道不会去关心什么国家大事 或关心这个权导性的议题 其实不重要 并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你们家比如说我们家的庙会 或者我家新开了一个老人的才艺班 老师教的很好 或者是我们有一个公托的问题 一直没有被反映出来 这些对你们的生活所视里面的大事 其实也就是社区的大事 那有些电视频道希望看到是这个社区的声音 所以其实他关怀的特色就是对社区的人物的关怀 维护地方的特色 然后希望社区民众主动参与表达意见 带动社区文化凝聚社区的意识 那这个台北市的这个这个特色呢 其实是以社区做中心 那么有一个比较学术的名词就是社区主义 就是以社区作为最重要的东西 那这个跟高雄跟台中都不太一样 虽然高雄跟台中也有这个有线电视公共频道 可是他们其实政府运用的比例还蛮高的 那台北市是首三之区 那我们我们的推展的特色是在各个社区的发生 所以你如果是社区大学的学生 或者你是社区里面的某种这种活动的主办人 或者社区的关心者 你现在多一个工具 多一个宣传的管道 可以拿起摄影机来拍拍这些活动 分享给其他人 往下走 所以社区议题是优先的 就是你就是社区节目的自主人 然后你的在地观点就剩余一切 就是你一个在地人来讲的事情 比如说包含连对于古迹、大老术、疏通、地方事务 你的观点是超过政府的观点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跟政府对话 那条路要拆怎么改善交通 其实政府提的可能都不对 你提的可能是对的 所以你可以表达这个观点 然后你表达人事、实物、情感、文化风趣 但是这些事情都需要透过讲故事的方法 所以故事的发掘很重要 好,再来呢 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一个电视频道 所以是影像 它是影像说故事 所以你得学好影像的力量 你的故事得靠影像 我就要鼓励各位请认证上课 你在这个频道里面 就不是像民意论坛 写文章上去投稿 你投稿的东西 就是你的三分钟、四分钟的东西 你的笔就是摄影机 课程中所完成的影片作品 还可以参加台北游影3 影片征选活动 也欢迎一般民众 在9月15号前 上传自己拍摄的影片 首奖高达8万元 详细讯息可上活动官网查询 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 国产文章进入产季 农委会也拟外销、内销、加工措施 也设置了企业团购平台 期盼透过企业号召力 鼓励民众支持国产 提高文章的销售量 一香香的文章又是松礼自用的好味道 目前国产文章进入生产季 也是中秋团圆常吃的水果 农委会为了确保农民销售管道顺畅 沿拟国内、国外外销、加工等产销措施 设置企业团购预售平台 藉由企业号召力提高销售量 农民他面对了更多的看天吃饭 台风、暴雨、淹水、旱灾 甚至各方面全球都滚烫烫 他们面对了很热的天气 都要在很辛苦的去把一年一次的 粒粒的用紙、粒粒辛苦 怎么去种的好 而且就要看天吃饭 还要看对方的颜色 真的很辛苦 所以说我站在农家子弟 我很觉得说 敬一分的心力 也被企业敬一分的责任 所以说我听说 有这个活动 我不太一步融资 我很高兴的 来参加 我们农民很辛苦 种出这么好的柚子 事实上我们台肥公司 也是供应很好的肥料 我想很好的肥料 然后结合我们农民很好的种植技术 那种出这么好的柚子 我想这是值得我们所有消费者来品尝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我想 在今年我记得二月的时候 我们记得那时候还有一个凤梨世家 那我印象中我们那时候也是 共襄盛取来帮忙把这个凤梨世家出去 那是我们后来 现在我们弄了一个平台就是把这些 我们的这些农产品给消费者 但是后来台肥公司我们也弄了一个平台 因为很多我们后来发觉说 很多弱势团体他真的没有办法享有 享用这些这么好的一个农产品 那后来台肥公司就是把这些我们帮忙 农民的这些农产品 然后透过一些通路 把它到我们很多偏乡的 一些小朋友上面的一个 甚至他们很多人 搞不好从出生到长那么大 都没有吃过那个凤梨世家 所以他们很多脸书把它放在他头上的时候 我们都非常感动 那所以说上个礼拜有听到书里面 会里面有这个活动 我想台肥公司也一步从此来参加这个活动 我们离中秋节剩两个多礼拜 怎么把所有辛苦的农民 一年只有一收的文旦 把它卖一个好价钱 这个绝对是农委会的责任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 在过去所有农产品 那只要有一些产销的相关的议题 其实我要非常感谢所有在座 以及许多的企业的共享盛举 你们做ESG或做社会企业 可能花50万 100万或1000万 其实这样的一个金额 对所有的农云民 帮助非常的大 各位可以跟各位报告 过去所有这几年 我想我们署长这边非常的辛苦 我们月署张署长也非常辛苦 我们还有序幕处 我们所有的农云序产品 就只有一个目标 绝对不能让它的价格低于成本 所以我们不只做了产销调节 当市场有时候不归咎于农民的时候 政府更要大力的出手 我举例来讲 今年就是因为中秋里白鹿只有三天 所以一般农民都在白鹿上下采收 可是如果在那时候再采收 那绝对来不及中秋节送给所有的消费者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7公噸 7万公噸的全国的文旦产量 要来行销到国内外 那也跟各位报告 我们所有的措施里面 现在的外销已经快五百公噸 我们希望再两个礼拜达到三千公噸 那外销有载走 它的产地市场 就会有不断的来维持一定的价格 那我昨天到花莲那现场 那我们有一个外销业者 跟农民五公斤装的 买的一个价格非常的好 而且他本来是要六千箱 三十六公噸 那我说你可不可以一百公噸 他说没问题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产地价格 就维持在一定的水准 可是不只这样 大家知道那个文旦 又其实有可以做不同的分析 我们昨天在花莲办了一个记者会 文旦其实是A级果一定要给消费者 可是比较大果的 他可以做很多的精油 他可以做其他的果肉 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里面 农粮署本来预定目标是 两千五百公噸去做加工 可是我们现在至少 会到三千四千或五千公噸 去做加工果 市场上如果有加工果在收的话 那他更会有价格的支撑点 那其他的优质果 A级的就是要来透过 我们所有的内销 所有的通路 以及各位的企业采购 来提供给我们所有的消费者 所以加工完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内销 那内销里面 首先真的感谢各位 那不止各位的 今天具体参与这样的记者会 也跟各位报告 这几个礼拜 所有的企业共箱盛举 我们现在透过农科院 那获得的企业订单 是13万箱啊 一箱是十斤 未来会朝20万箱的目标 来前进 这20万箱 我们绝对保证 会直接到产地 跟农民采购 而且价格 绝对要比产地价格更好 让农民的这样的辛苦一年一收的 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保障 那除了这个 我们的所有的企业订购以外 我们各大通路 不管全家 不管加热湖 或全联 都大力的在卖我们的文蛋 那这个部分 其实如果消费者要购买 除了到这些实体 我们还推了电商平台 全台湾 所有的电商平台业者 也配合农委会 那我们里面有非常好的优惠 国内各大通路也推出促销活动 有满500 限折100元活动 也有抽好礼 加码抽农油券项目 欢迎民众来享优惠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这样的企业的这样的认购 都是从社会企业 从ESG的角度 企业他们是要来协助农民 这特别感谢所有的企业界 那第二个 我们所有的文蛋的产销 长期以来本来就是受到许多 我们企业的喜爱 因为台湾的农业序产品品质非常好 尤其是在过年过节 更是送礼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那第三个 我们这一边有收到至少五六十家以上的企业 要再来订购我们的农产品 那我们当然会把这股力量透过我们的产销调节 维持好一定的价格 所以企业的采购 其实是共创了三银 他让我们的企业 可以达到ESG或者是社会企业的目标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社会企业的采购 可以让包括文旦等 农业序产品维持一个很好的价格 更重要的是农民只要价格高于成本 他就会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来耕作 达到农业永续等三银的目标 我们前几年几乎没有外销文旦到日本 去年四十六吨 今年目标绝对会超过好几倍 那执勤的部分我请署长跟各位报告 是在两年前 我们已经中断了二十几年没有出口的 日本市场的文旦 是因为要出口日本的话 必须要做十二天的低温 要一度C以下 连续十二天 然后经过检疫官检查合格才可以出去 所以成本很高 时间很长 因此中断了二十年 前年我们四半跟台南市政府 还有跟马多农会 第一年十三公吨 去年四十六公吨 今年到目前为止 我们现在才文旦开始采收 我们已经收到六十六公吨的订单 那我们要朝一百到两百公吨之间的这个目标 来前进 应该是很容易可以达成 因为过去两年在日本 我们所做的广宣 已经获得很多日本人的了解 同时他们也知道 文旦是秋季的水果 不是中秋季当天的水果 所以我们会在白鹿之后 一直到九月底十月初 我们还会陆陆续续来出口到日本的市场 我想非常感谢麦当劳 还有摩斯 还有义美等重要的食品加工业者 他们都很乐意的来采用石斑鱼 当加工的原料 那麦当劳目前还在研发当中 我们还有更多的其他的食品加工业者 会积极的采购我们的农产品 比如说我们的汉堡丸 要用我们家乡的红豆 来做成我们的牛肉汉堡 这一些就是表示 现在许多国际的大厂 因为全世界的原物料高涨 因为现在的可能的船运成本也在提高 再加上像我们陈桂光董事长讲的气候变迁 正在影响的全世界 所以这一些重大的食品厂 为了确保原料的来源 都积极的开始使用 我们国内的相关的农产品 如果有一定的进度的时候 我们会很快的来对外说明 所以感谢提醒 那个中秋节要吃蚊蛋 但也要记得考试班 蚊蛋富含膳食纤维 维生素及矿物质 不仅是中秋节应景水果 也是适合日常使用的石令水果 农委会邀请消费者中秋过后 也能持续支持国产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渔月鼠结合了全台20多家渔会 产销班渔市场等渔民团体 推出了近百祖的国产优质水产品 提供民众中秋节收口食材 与秋节礼盒的新选择 三二一 请接开我们的领悟活动 哇 张春江年华 烟会响宴 请现场配我们 可以借热情的掌声 迎接中秋节的到来 为了推广国内优质的水产品 农委会鱼业署 特别举办中秋海鲜饗宴推广活动 鱼业署署长张志胜 特别和餐厅主厨黄景龙 利用电烤盘来示范烧烤料理 运用台湾雕 石斑鱼 白带鱼 竹甲鱼 做出一道道的美食 烤鱼真的很简单 对 记得几个特色 第一个就是鱼肉 不要过度的调味 对 第二个就是抹酱 只要抹一遍就可以了 这我大都知道 抹酱只要抹一遍 对 鱼肉很容易熟 对 所以这个非常的方便 对 因为我们要吃到 那个鱼肉的鲜甜 是 鲜甜的味道 但抹酱就不要抹太多 对 这个是和风烧烤酱 也是我们龙师傅特调 对 哇 感觉我们署长 就是常常有在下厨 很熟练 对不对 对 因为想要吃鱼肉 就要自己出来 好 就这样子抹一层就好了 抹一层就好了 还有第二个秘诀 就是说我们的鱼肉 要多带一点蔬菜 是 然后吃鱼吃肉 也有蔬菜 所以会带一点 像这个红田椒 葱段 或者是金针菇等等 确实没有错 可以看到 甜椒也可以看到 这些葱 葱段 洋葱 味道就非常的丰富 感觉很健康 而且呢 色香味俱全 真的很棒 家里有长辈或小朋友可以吃 因为里面就是用非常多的这个白菜 然后还有一些焗烤酱 那最主要是用我们国产的台湾雕 雕鱼肉放在里面 其实它跟白菜口感是一样 那再来这个在家里焗烤的话呢 就是我们在电烤盘下面可以焗烤 但是上面呢 你要有点焦的焦化 你可以用这个喷枪 稍微给它喷一下 对 让它有点焦化 或者是直接可以放入这个烤箱里面去烤 但是最主要最重要的一个动作 要让署长来完成的 就是把这个新鲜的巴西粒末呢 可以把它均匀的 对 直接撒在上面就可以 对 对对对 我这边有一个手套 对 看一下 看看我们署长 真的是平常有在下厨 对 而且很均匀很有美感 对 有红有绿 然后最主要是白菜的这个营养 跟我们这个台湾雕鱼的鱼肉 整个结合起来 对 渔月署这几年来跟我们相关的担任 我们把这些渔民团体 渔会 甚至有渔月的农会 我们都把它串联在一起 那在中秋节这段时间 我们就推出了很多的商品 尤其是配合我们中秋节 国人一般习惯就是烤肉 烤肉这样的礼盒里面 有很多鱼餐品 水餐品的组合 那各位等一下也可以看 我们这次组合了24家的渔民团体 包括我们的鱼市场 都推出不同的组合 那整个商品 将近100样 将近100样 那推出这样的组合 最主要是 水餐品真的是人类最好的蛋白质来源 那台湾又有很多很好的水餐品 包括海洋捕捞的 包括我们养殖鱼业的 那这些水餐品 都可以供应给我们的国人 除了粮食的安全以外 其实对提升我们国人的健康 有很大的帮助 那那个鱼的很多好处 我就不用再一一重复 真的是过去中秋节烤肉 那现在烤鱼 或者是不一样的商品 这样的组合 其实让大家觉得过中秋节 是非常的有趣 团圆 何家团圆又非常的有趣 那今天我们在这些水餐品里面 当然也有考虑到说 要让消费者知道说 我怎么样去那个 我怎么样能够去烤的很好吃 然后让这个水餐品能够体现出 它本身很好的营养 还有很好的风味 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请到 我们那个台菜王子 我们讲龙师傅 龙师傅 我们合作过很多次了 那我每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 都学到几样的技术 有时候在家里就可以用得上 那就觉得大家不要再觉得说 买鱼是很复杂的事 那我们这一次这些渔民团体 所提供出来的组合里面 其实里面有不同的组合 那鱼的新鲜度绝对没有问题 那个从养殖池或者是从捕捞开始 我们对鲜度就有做相关的管控 那我们这几年来也提供了很多 我们这渔民团体去兴设一些加工厂 或者是我们冷链设施 就是希望这个保鲜的部分能做好 那现在再加上现在宅配的技术都非常的进步 所以消费者拿到手上的时候 你不但是说这个鲜度没有问题 而且营养非常的好 还有一个就是渔民团体非常的贴心 这些水产品在产地 三去三清都已经做好了 所以到你手上的时候 只要花很少的时间 马上这些产品就能够来烹调 就能够来烤 就能够来煮 所以马上就能够来食用 这是我们这几年来一直在推的 很方便可以买得到 用手指按一按就可以买得到 另外一个就是很方便就可以把它煮 煮一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那另外就是吃起来非常的健康 中秋节也快到了 所以我们金融区会推出一个中秋礼盒 送人自用两箱鱼的 我们里面有我们国产的两条石斑鱼 还有两条五载鱼 两片台湾鱼 更加上我们现在当地盛产的小茧 送一包小茧 当地盛产这个时候最夯的小茧 买一盒礼盒送小茧 宅配到家一千两百块钱 其实像国产的一个钓鱼片 它没有刺 所以它很适合跟一些像白菜 来做一个焗烤的模式 那里面可以搭配一些健康的菇类 或者是一些新鲜的小范茄 然后带上一些像健康的起司啊等等 然后用焗烤的模式呢 不仅那个家里的长辈或小朋友吃的是非常健康 而且最主要是没有刺 可以安心的使用 今年在这个朱家鱼来做一个烧烤的部分呢 可以把朱家鱼它的这个内部可以搭配一些食蔬 例如洋葱啊或者是葱段 或者是炒过的杏鲍菇 那再来在烧烤的时候呢 可以在单面做一个烤肉酱的一个涂抹 然后保持鱼肉该有的一个鲜味 那最重要呢 可以用现在时令的这个中秋的柚子 吃完的这个柚子皮啊 可以把它刮一些柚子皮 撒在这个烤好的竹甲鱼上面 可以更增添许多的果香哦 这次的推广活动 结合20多家渔会 渔市场等渔民团体 推出了近百组的国产优质水产品 鱼院署指出 民众只要透过渔业嘉年华买鱼去平台 动动手指 各类烧烤的食材 与中秋礼盒都可以直接宅配道府 平台也正式导入了台湾配 并推出满额折底等多项好康优惠 那这边有一个好消息来跟大家分享 那为了给消费者能够有一个很方便 多元的支付的方式 那土地银行和渔业署合作 那我们推动了在GoFish 买鱼去官网 能够用台湾配来做一个线上支付 那这个支付能够 而且从8月22号就要即将上线了 那为了配合庆祝这个 GoFish官网上面台湾配的一个上线 那我们特别举办了一个 GoFish 买鱼去 用台湾配满千折200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是土地银行主办 那当然还有财经 还有其他的八大公股行过来做一个协办 那总回馈金额有到55万 刚刚土银的两千里已经讲到了 我们这一次也引入台湾配 台湾配 那从下礼拜开始 只要买一千块 就会送两百块 但是这个有限量的 好像是有限量的 所以手指要快 手指要快 要赶快从我们网站上来买 那第二个当然配合我们农委会 现在推出来的 中秋节吃蚊蛋吃蚌 所以我们配合农油券 只要消费满六百块 我们就有每张两百块的农油券 那这个有三十万份 那消费者如果买了以后 你就有机会来抽 那当然在我们的网站里面 还有更大的优惠 就是我们鼓励很多公司 行号团体 你能够来买 如果买一千份的礼盒 还会再加上一百份 那当然最重要的 很多消费者说 我只买一份怎么办 买一份也没有问题 我们这一次的整个活动里面 就是免宅配费用 就是免宅配送到家 那这个就是配合 这一次整体的活动 能够提供最新鲜 最好吃 然后最健康的水产品 给我们的消费者 秋天是吃鱼的好季节 鱼业署推荐经济实惠 又营养满分的国产水产品 是今年中秋烧烤 与送礼的最佳选择 欢迎民众多多采购 以行动来支持台湾鱼业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 对 那些壓力 一定也可以 老师 我太好了 好 咱们 好 好 这个 好 Space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画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步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佳其谈关心您 夏末秋凉好时节 还原动剧赏月圆 同事甜品其分享 欢度佳节好时光 月圆人团圆 吉永市昭阳爱新社每年都会办理两次急难个案子女助学注册金发放活动 特别针对弱势及清韩国中高中及大专学子 每篮五千元的助学金帮助学子们能够顺利注册安心念书 也让受帮助的学生非常感动 受到招阳爱新社急难个案子女助学金注册金帮助上大学就读的詹同学非常感动 期许自己未来有成就时也能加入招阳爱新社回馈社会 每年开学前吉永市昭阳爱新社都会特别办理急难个案子女助学金注册金发放活动 针对弱势及清韩国中高中以及大专学子 每个人五千元的助学金 希望帮助学子们能够顺利注册安心念书 旧级不旧级的原则很像 本会每年有三次的活动 一个是环冬送软 然后一个是清韩助学奖学金 另外一个是学校的奖学金 对每年有三次 感谢赵阳爱新社长期以来对我们的帮助 不管是在疫情前或疫情后 不管是金钱方面或是顾知都给我们大的帮助 然后让我在小朋友手册的时候都有一笔现金 可以让我们使用 然后非常感谢赵阳爱新社长期以来的帮助 赵阳爱新社创设二十多年来 帮助弱势家庭和学子持续顺利求学 也让为民喉舌争取建设 辅助弱势连任五届市议员 已经在8月29号选委会办理议员选举登记日第一天 第一位抢头箱登记参选 迈向第六届连任 同时身为社员的基隆市议员张耿辉感到非常欣慰 中秋节前期特别带着我们的中秋节 还有我们地方的休闲朋友的特色团职有助 来致赠给我们高两爱新社的前提 我们所有的团队 然后也祝福他们中秋佳节快乐 那除了在这边我特别要感谢 尤其在马上就要即将开写的 尤其对于这些比较清兰 及其要想接近的他们并不同时 也不会因为疫情关系 这一次还要按照我们既定的行程 既定的发放时间来发放 特别感谢他们 尤其这一次也不分年龄阶级 统统一律五千元来会认 特别在这边表达对他们肯定 最近一次开学前受贿的学生 总共36位每个人五千元 总共发出18万元左右的助学金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如果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